而台中市的北屯區在今天則是發生了翻車意外 這是一輛玉瓣混凝土車 經過路口的時候 那迴轉的時候是因為車子的扭力感斷掉了 結果後面這個紫車呢 直接整個翻覆水泥也撒滿了一地 但是還好事發當下附近是沒有人車 一輛玉瓣混凝土車經過路口 真要來個大迴轉 車速也不快 但沒想到下一秒 後方滿載水泥的紫車 整個翻覆 車底瞬間冒出大量沙塵 水泥也撒滿地 突如其來的巨大聲響 嚇壞附近民眾 3號上午9點多 台中市北屯區環中東路 與建軍二路口 發生玉瓣混凝土車 反覆意外 警方貨報到場 趕緊在水泥外泄的路面周圍 立起三角追 指揮交通 在太重了 是怎樣 駕駛我們 改為新救了 駕駛的部分 京九側是沒有酒駕的情形 現場也沒有人受傷 它有出示出貨單的部分 出貨單的部分是沒有一個超窄的情形 事後調查發現原來是因為車子左側的扭力感突然斷裂 造成後方紫車整個翻覆 幸好事发当时 附近没有人车 没有酿成其他意外 而警方之后也派来挖土机 铲除路面水泥 并请起重机业者 将反复的混泥土车 吊起扶阵 顺利排除现场 记者胡杰伦 姚祖庭 台中采访报道